這裡是203號房 這本書是寫關於歷史的 我還是別看這些書 這是什麼?Playboy嗎? 傳說中的Playboy 還有黃色書刊 老實講我這輩子還沒看過黃色書刊耶 有點好奇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本書好像寫的是日文 等一下... 這樣嗎? 這是怎樣? 窗簾是不是? 衣物 詛咒娃娃 做得好粗糙 做得好粗糙 嗯? 這裡能拉開 獲得此字條 詛咒娃娃做得很粗糙 還有紙條 經過多年學長的尋找 發現開頂樓的門 是不是鑰匙的 開頂樓的門 不是鑰匙的 它那個是可能就是說 那個是 能開頂樓那個東西是 它並不是鑰匙的 而且 宿舍和學校的頂樓鎖是一樣的 頂樓是用個老舊小鎖鎖著 只要找到能插進去的東西 順序扭 就能開了 上 左 上 右 欸 有點BBAAB 右右走的感覺 嘿嘿嘿嘿嘿 太可愛了 BBAAB 右右走 上左 上左 上 右啦 看錯了 對不起 那為什麼它放在詛咒娃娃裡面 那怎樣 裡面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為什麼它們要用窗簾把它拉起來 看不懂的書籍 一些蘋果 一些什麼 啤酒 一些啤酒呢 所以這邊就只有一個詛咒娃娃 然後裡面有著什麼 呃 欸 那個 那個東西是什麼 紙條 然後紙條說 那個 鑰匙孔 頂樓鑰匙孔 並不是鑰匙 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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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202在這 衣物 沒有什麼有趣的 嗯 喔 這是燈嗎 好像是耶 他們的電腦 只是把這裡弄那麼亂 我也覺得蠻猛的 空箱子而已 欸 欸 我可以踩到桌子上耶 好可愛喔 我可以踩在桌子上走 都沒有什麼東西啊 書本 對啊 這裡也沒什麼東西很奇怪 那為什麼要給我們一個 202的鑰匙 呃 是有什麼特殊作用嗎 還是之後我們會用到 只是現在用不到耶 或者說這邊是有 藏什麼東西 我們要多按幾次這樣 啊 我知道了 他一定是想要讓我們信用說 欸這桌子可以踩喔 原來就這樣啊 早說嘛 唉唷 我很開心的啦 我喜歡看到可以踩的桌子啊 不知道桌子可以踩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嗎 踩在桌子上到處亂跑 小時候我很想要幹這種事 所以 202 根本什麼都沒有 一個PE都沒有 如果有PE的話 還可以聞一下耶 啊 這也不是用在這 所以 宿舍這邊是沒什麼東西的 那我們就只能去學校了 欸 等一下 食堂那邊 食堂這邊 有東西嗎 還是有這骨頭 這骨頭還是在啦 那我們去看一下他們摧毀了大門 蔬果 好吃好吃但沒有幫助 有耶他們真的把大門摧毀了 而且這邊好暗喔 打開了啦 隨便 這邊越來越暗了 蛤 登 時間砍掉需要恆大力度吧 喔 所以如果換不同的人來看 換不同的人來看的話 他會有不同的對話囉 比較亂鬥比較好 欸真的耶 不想看 喔 墨璇就比較奇特是不是 他說這個感覺力度要夠啊 什麼的 而且他有四個 會等一下還會再死 三個人喔 已經死一個老師了 所以待會等一下會死三個 而且他有講到酷刑 什麼 剝皮啦齁 你是什麼東西 你是什麼東西 普通人的商人 外加成章點 齁 他還會詢問他是什麼東西 這邊好像有開始有奇怪的聲音 我也是啦 我也是啦 人家那個 哎唷 他突然蹲一下我嚇到 不知道為什麼他突然蹲了一下下 喔靠 這鎖的話也要用其他方法開鎖 所以我們就直接去三樓好了 不然這邊 我記得我們這邊看過啦 大家這邊越來越暗了 比之前暗超多的 不然其實我滿想在這邊再看一下 是故意設置那麼暗還是說 那個失誤呢 這就不知道啦 這也是 四到五班教室在這邊 鎖了 超級暗耶 好可怕喔 等一下突然繞出一隻阿飄 我們也看不到 我說真的 真的太暗了 這等一下突然冒出一隻阿飄 我都不覺得奇怪 這裡是 男廁女廁嗎 好像是 為什麼他們這個水塔 感覺怪怪的 是我錯覺嗎 感覺有點詭異耶 他們的水塔 而且他這馬桶都沒有什麼值得調查的 這哪個馬桶應該是會有 什麼有趣的東西才對阿 他們這個 馬桶做得真怪怪的 三樓的 女廁 喔 女廁這邊開始變安靜了 糟糕 會不會有什麼呢 我們看看 話說那女鬼 欸 門怎麼開了 我剛剛是開這邊的 我沒開那邊的 我沒開那邊的 我靠 這bug的靈異事件阿 不要嚇我 我現在很容易受到驚嚇的 容易受驚阿 我說真的阿 鎖了 所以我們要走 我都只能走 另外一邊來 教室辦公室 螢幕室 那這裡呢是什麼 鎖了 那輸入密碼 教室辦公室 我記得我有鑰匙吧 有 Open the fucking door Let's go 喔 有個亮晶晶的 在那邊 煤電開不了 桌子上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我懶得去看 獲得一班鑰匙 三班鑰匙 四班鑰匙 五班鑰匙 這邊什麼都有耶 軍刀 這位老師的愛好 還有軍刀這東西 每一店開不到 反正他意思應該是開不了 那沒差啦 那個 知道就好 特別小的位子 這簡直是為兔子而設的 真的嗎 他在笑你阿 嗯 其實我坐上去有點小 地上 地上好像有什麼東西耶 小零件 他笑你矮 靠一下 講好直喔 那個鯨魚講的太直了吧 超直接就是 你很矮耶 這什麼 籃球 櫃子也可以飛上去 是 啦 太高之力了 我喜歡 不是 不是沒電嗎 為什麼這開著的 喔 怎麼樣同學 嚇死我 我以為要等下出現恐怖畫面 我沒什麼 只是跟同學有點關係不太好 有種事可以告訴老師喔 呵 真的沒事 我當然知道你被欺凌了 要是不自己教的 班出現欺凌 會影響我的成績呢 這種事 能當不知道就不知道 這什麼想法 嗯 那是什麼 剛才的 那是 化學老師 他是這樣的人嗎 感覺好像是 誰的回憶 如果是這樣的話 老師是不是活該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的想法是 我的想法 霸凌者 最不能被原樣 不管是出自於什麼原因的霸凌都一樣 不過被霸凌者也不能這樣子 我覺得 四班 喔我記得我沒有四班鑰匙 Open 哇太暗了啦 等一下裡面會不會真的有什麼飄啊 我靠 會不會給我們亮一點的地方啊 還是手機可以把它調亮嗎 魔老師的愛好 小零件 不行欸 呵呵呵 太暗了啊 好可怕喔 怕等一下突然出現什麼 相機 這個等於學校 會有個相機在啊 好像能拆開的樣子 拆開的話用小零件吧 呃 不然換人使用 欸 是金魚在投啊 能拆開 能拆開 不是用小零件拆的 能用軍刀嗎 呵呵呵 所以 四班那邊有 相機 好像可以拆開的樣子 五班 欸 我沒有五班鑰匙 還有三班跟一班鑰匙 太暗了 好可怕喔 垃圾堆 得到香口 糖 紙 喔 口香糖紙啊 呵呵呵 看來每個地方念法都不一樣 不過沒差啦 看得懂就好了 這種小肅情 不用太在意這種小細節 是啊我們會不習慣啦 可是稍微想一下知道什麼意思局就還好 除非是真的就是 完全看不懂 那另一趟別論 那麼這一節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shortened Qua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